十二生肖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 有一天 人们要从众多的动物中 选出十二种动物 作为人的生肖 人们选定了一个好日子 从这一天来报名的动物中 选出十二种动物 作为人的十二生肖 猫和老鼠决定到那天也去报名 但猫太爱睡懒觉了 它怕迟到 就在头一天晚上 叮嘱老鼠早晨叫醒它 老鼠说 没事没事 你尽管睡你的大觉 只要我一醒来就去叫你 咱们一起走 猫听了高兴极了 说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太谢谢你了 到了报名那天早晨 老鼠早早就出发了 可是它只想着给自己报名 竟然把要叫醒猫的事给忘了 老鼠 老鼠刚走不远 就在路上碰到了牛 老鼠一看牛的个头大 耐得步子也大 它根本赶不上 便心声一气 它对牛说 牛哥哥 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但是我的声音太小 怕你听不见 我还是趴在你的耳边唱吧 牛说 行了 行了 老鼠就让牛 驮着它快快走 老鼠在牛耳边 唱了一路的歌 当牛刚跑到报名的地方时 老鼠松了一下子 就从牛脖子上 跳到牛前面去了 结果是老鼠得了第一名 牛得了第二名 等猫起床后赶到时 十二种动物早已选定了 猫没有被选上 就怪老鼠没有叫它 从此以后 猫见了老鼠就要吃它 现在你知道十二生肖 是哪十二种动物了吗 它们是 它们是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智慧问答 老鼠是用什么方法 让牛驮着它走的 老鼠是十二生肖中的第几个 猫是十二生肖里的动物吗